大家好,我是The Euclid Store的Emily 大家好,我是The Euclid Store的Jason Jason,今天我们又介绍另一个品牌 大家有看我们Kiwaya品牌的影片 都赞,说很清楚,从来没想过 原来Euclid背后的故事那么多 我们一不离二,二不离三 今天为大家清清楚楚介绍我们的王牌品牌 就是来自韩国的Ocraft Jason,你知不知道我们怎样认识这个品牌 我想我应该知道些 我想应该是大概16年的时候 好了,让我补充一下你 大概16年的时间,鸡汤老师去了韩国 参加了金教授的Festival 其中一个最有名的在韩国的Yuclid Festival 他就直接认识了John Chet 猫头鹰的制琴师 那一刻鸡汤老师觉得很奇怪 哇,这支琴很轻 轻得很重要,尤其是你想想 差不多8年前的生产技术 很轻之余,他弹上手 一点都不失礼,很大声 然后他再参观了John Chet工程 觉得真的由你生产出来 因为只有两对手 当时有他和弟弟一起合作做这支琴 然后在16年的年底 我们邀请了小崔老师来香港做一个workshop 小崔老师拿着猫头鹰来说 鸡汤老师要我一定要你去试 我试的时候 哇,我真的从来没有试过 那时我又差点了 很开心,我看到一支这么漂亮的琴 然后一有机会 我就跟鸡汤老师说 我真的很想去拜会这个制琴师 然后Jason 我们好像去了一个活动在台湾 然后就认识了他 那是什么活动呢 那是2018年在台湾高雄的 环太平洋的奥克里里的festival 那一刻John Chet就带了他大部分的型号 那时候他生产的 又有Soprano,又有唱歌,又有唱歌,又有唱歌 又有Bass 他就放在台湾环太平洋的festival 我和Jason就在他的摊位部 住着组之士 那一刻我们就觉得很羡慕 他能玩到那么多好的奥克里里 但那一刻我们都没有想过 我们会有那么多的品牌推广 然后在2018年的尾 我们就去了韩国 到我们可以参加金教授的festival 我们就真的在festival之后 stay了在John Chet的工场那里 我们真的亲身体验到 作为一个匠人的生活 我记得我们去到的工场 有一些活动令到Jason 正是滴大只眼 John Chet跟你在做些什么呢 那时候John Chet就给了很多不同的 Bukulili的面板给我 去试试试试试听他的声音 为什么我们那一刻会觉得那么有趣呢 我们没有想过一块原厂出来的面板 即是一个原木 原来他们制琴师去挑选 是放在耳朵里弹个木材 然后你去听听他的弦音 我们以为就是 啊 选一个木材 应该这么漂亮的木纹 和夏威夷双丝木一定是漂亮的 那装机当时就跟我们说了 原来每一块 包头影会做出来的琴的面板 在他们生产之前是一定要挑选 原来大部分的制琴师 都用这些方法去挑选 那我们那刻就觉得 哇 终于明白 为什么我们在这里买猫头影 他们会买得那么开心 因为每一枝在他出厂之前 在木材上已经做一个很大型的QC筛选 而对于我最印象深刻 就反而不是这个弹木材这个技术 是我去到他的工场 我没有想过他的工场 只是大概200尺的尺寸 就等于我在旺角的威达中心 那样200尺的地方 他竟然能生产这么漂亮的奸卡丽 原来因为地方的浅磋 他有很多技巧 都是自己去 messenger makes DIY 由这些细节方面 你就知道这个人有多爱去做奸卡利 那一刻我便很幸运 雖然我的队友回香港 我继续留在John Tech身边 他就传授了一小小功力给我 每天他都會教我和告訴我不同的琴 如何製作才有一個好聲音 我自己很有印象是 原來在裝車的世界裏面 Bracing設計得好是可以直接影響到不同的聲音 裝車是用了很多時間去研究 琴面下面的Bracing如何擺放 如何設定 長短 口薄 令到一個這麼細枝的琴 這麼薄的琴可以出到一個響亮和豐富的聲音 Jason 你覺得John Tech是否一個直直無名 純粹有才能就可以做到烏克力製琴師 其實也不是 John Tech在大學的時候 就是讀吉他製作 然後在大學的時候 他就發現他自己對吉他製作 都有一定的了解 他就發覺在吉他和烏克力製作上 是有點牽連 但又好像有點不一樣 所以在他大學畢業的時候 他就以學徒的身份去拜一位 日本的烏克力製作的大師 在日本留了三年去學做烏克力 即是他做了學徒三年 難怪他出來的手藝 和日本的烏克力有點像 但又有自己的風格 他後期去到韓國 就跟太太 因為太太是一個設計 設計了這個叫做 貓頭鷹的烏克力 為什麼我們會說John Tech的背景呢 他除了很有才能 很有天分去做烏克力製作之外 因為他的背景 他是學院派 所以每一支貓頭鷹生產出來之後 他都會用科學化去量度 究竟每一支是否屬於高音 中音還是低音 更甚至每一塊木材 他都會量一下他的特性 所以有時候我都會問他 胡同木屬於什麼特性 他都會說其實每一件胡同木 都會有一點點不同 他只能夠說到一個大範圍 所以跟普通我認識的品牌創板人 或者一些推廣烏克力的人 很不同的就是 他會很細節地告訴你 作為一個像人 祭琴師 他對聲音的了解 他就會很科學化地計算 由於John Tech是一個很年輕的祭琴師 你現常看到他的貓頭鷹設計出來的款式 都不會是很老套 更甚至他的聲音設置 都會比較偏向近代的聲音 或者我們可以介紹一下 我們桌面上三支不同型號的貓頭鷹 由近我這支開始講起 這支是全胡同木實木的烏克力 John Tech的造工之下 你看到他的琴身是突薄的 而且他的琴身的尺寸 有很多人以為是Soprano的尺寸 但其實他的Scale length 其實是等同一個Concert的尺寸 因為John Tech已經有能力 可以做到細琴 都可以有響亮的效果 所以他根本就不需要用多餘的木材 做到這麼大個 你拿起的時候又會很輕便 你到處去也可以 所以他的Hang 你完全好像是零感覺 你來到現場就會明白 另外他的造工力 都可以做到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琴頸是one piece 在坊間你很少會找到one piece的琴頸 為什麼呢? 因為木紋 譬如這個琴頸是直紋 而這個打斜的話 他就很容易受不到力 就會斷 所以你在坊間會看到很多是折迫痕的 裝飾在這個角度量度方面 他就有一定的經驗 所以他量度到一個很適合的角度 夠Support琴頸的張力之外 他還可以做到one piece one piece有一個好處 就是好像Jason之前的片段說過 越多膠水越多東西黏 其實就一定會影響聲音的傳遞 所以如果是one piece的話 聲音來得是最乾淨的 另外我們細心留意 就是在光有的處理方面 裝飾跟我說 他已經研發了一些光有的效果 即是他的配料 令到木紋可以更加突顯 所以你看到我們現場 胡桃木 和待會我們會介紹的夏威夷相思木 我們都用了一個新的光有技術 令到你現場看 而且這支紋就像我們小時候玩的 所謂的yes card 閃卡 每一個木都是很有層次分明 另外因為這支琴的聲音 真的可以比美夏威夷相思木 和非洲桃花心 所以我們放下了在店裡 不夠一個月就被一個年輕的琴友買了 所以我們基本上連拍去的示範片 品牌片和拍照的機會都差不多沒有的時候 就賣了出去 我們在這裡特別明謝琴主Perry 借一支琴給我們 可以拍品牌片段和示範片段 等更加多人認識你這種琴的好 所以我們已經沒有現貨了 如果你要買你一定要預訂 那Jason預訂要多久 都要三個月時間 對 應該是最少三個月 不過我知道裝車對我們香港客戶特別關顧 每次我們香港有order 他都是特別快馬駕鞭的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很喜歡 記得不要想 亦都要給時間裝車去幫你搜羅更加漂亮的糊塗木 那好吧 Jason 輪到你介紹這支琴了 這支是雲撞木的面板 配塔斯曼尼亞黑木的側板和背板 這個塔斯曼尼亞黑木就很特別 在Kulidi的市場裡面 基本上是見不到的 其實它是夏威夷雙撕木的近親 它的聲音是很像夏威夷雙撕木 和它的外觀都很像夏威夷雙撕木 你會看到有一個金黃色色澤 和很豐富的木紋 除了夏威夷雙撕木的木材 越來越稀少 價格越來越高 John Tech就在想 到底有沒有什麼木材 可以取代到夏威夷雙撕木的聲音 和可以有一個相宜的價錢 從這些細節 你就可以看到John Tech 是一個很有前瞻性的工匠 他不只是默默地去做一些製造 他會想起將來發展 所以我們跟John Tech學習的時候 都會得到很多新的資訊 Jason 中間這支 或者我講一點 因為我們都很開心 這是第幾代 這是第四代 考不到他 他真的有聽書 這是第四代 原來我們從第一代開始 不斷地去調節 做第二代 廖舌院做第三代 而現在去到第四代 那就是我們The Oakley Store 和Ocraft聯成的一個型號 而這個型號來到第四代 就是Jason 我和雞湯老師都非常滿意 Jason 或者你先拿起手 我們一起介紹一下 如果大家可以看到的Close-up 木紋完全是幻彩的 這個木紋還要是我親自加錢升級 為什麼呢 又是被John Tech吸引 他又跟我說 我這個打磨的技術 和我新研發的光有技術 是可以將木紋再突顯出來 所以我覺得好 我信任你我再投資多些 我相信會有一些琴友會很喜歡他 除了這個木紋這麼漂亮之外 他還有一些玄機 他亦都用了一些技術 在Yukulele裏製造比較少 就是我們叫做Double Sight 你會見到側面 仍然是夏威夷雙絲目 在音孔裏面 你會見到那一塊就是雲擦帽 大家都知道夏威夷雙絲目 需要很多時間去開聲 雲擦帽子正正可以填補到 夏威夷雙絲目在這方面的不足 所以你收到琴 你就會見到他的聲音會比較廣闊 而且越彈就會越甜美 而且會有很開揚的感覺 另外就是在琴頸 我們這三支方面 你都見到有些很有趣的圖案 原來Jonte的太太 剛才說過她是一個designer 她就覺得Ukulele其實你玩得久 你就會知道她真的可以陪伴你 不同的時段 或者你的不同的高低起伏 就好像越有陰情圓缺一樣 你會見到她會把圓穴 缺穴或者有魂的穴 放在她的指板上 另外在琴身 她亦都保留她的最大特性 就是貓頭鷹的胸口的毛 放在音孔下面 這支琴還有一個很獨特的設計 Jason可否幫我們介紹一下琴頸 這是一個非洲桃花生木的琴頸 Jonte想琴頸可以再硬一點 彈出來的聲音的火粒感再重一點 於是她就在中間夾了這個 蜂木和烏木這兩種硬的木材 她的甲不是普通人家這樣夾著就算 她真的有些設計有些層次 因為秉承她太大一個designer 另外Jonte是一個很年輕的製琴師 她又想有些時代感 又不想看下去老套 所以現場看這支琴頸真的很漂亮 是有些設計在這裡 燃鈕仍然是用日本的高圖 大家都知道日本燃鈕 其實出來的效果 都是比一般國產 或者其他地方產好很多 所以我們是極力推介 我們跟貓頭鷹聯成的這個系列 而吉湯老師和Jason老師 都是用這支琴的 Jason可否說一下 當你用貓頭鷹這支琴的時候 有些甚麼感覺 跟其他琴比 我覺得這支琴的手感是非常舒服的 我可以用一點力 即是已經可以按到一些眼線 而且它出來的聲音 都會比其他琴重更加豐富 更加有層次 沒錯 對於Jason和吉湯老師 這些那麼高用量的master來說 這支琴可以幫他們節省力 其實真的很重要 為甚麼呢 你記住 如果你經常過度用力 上班 就算他平時生活 他都會彈奏 如果那裏用力 或者用得太多力 其實他真的會勞損 所以這支琴不單止 可以令他出產一些好的作品 更甚至是對他來說 是一個長遠的使用的保護 所以吉湯老師和Jason 是以一個用家身份 去推薦大家這個型號 對於我和Jason 在市場上 玩過不同品牌的琴友來說 為甚麼我們會這麼喜歡貓頭鷹 除了他的造工之外 我們也親身參與過他的製造過程 也很深入地了解一個像人的生活 我們知道其實他們都經歷了一些低潮 好像以前他和弟弟兩個人一起去做 他都可以有一個高一點的產量 但是你知道一些貴重的琴 或者一些名貴的琴 真的不是很容易在市場上可以推出到 所以他們也遇到一些財政的資金問題 弟弟最後決定放棄他製造Ukulele的事業 成為一個廚師 而John Check覺得貓頭鷹對他來說 就像他的命一樣 他根本就是和貓頭鷹一起去成長 所以他就沒有放棄繼續做 所以有一段時間 我們和吉湯老師都很想 去把這個這麼好的品牌 告訴香港的琴友知道 當然在我們的推動之下 其實貓頭鷹在我們的店舖裏 很多同學都知道 也有很多同學都已經訂購了 我們希望就算你不是我們的同學 你也可以上來試試 你就會感受到這個品牌 為你帶來不是一個故事 而是實質一個好聲音 和一個好品質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Like Follow 和Subscribe我們的Facebook Instagram 和YouTube Channel 記得Like Comment 和Share我們的這條影片 我們會繼續為大家帶來更多的 不同的品牌分享 產品的分享介紹 和一些試琴的片段 今天的品牌介紹來到這裡 我是TheEucaline Store的Jason 我是TheEucaline Store的Emily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